各位其實以後你用的已經比較熟悉的 實際上怎麼樣從頭開始也是很重要的 你不覺得每次都套用人家飯本 不好意思嗎 你也可以用自己做喔 那我們來看看這片喔 這裡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自己來做的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 我就不靠飯本可以嗎 好 我就這裡 等一下喔 好 回到首頁 你看它可以完全做一個新的 我們從這邊來看喔 你也可以把PPT調進來 就是我們POWER把它調進來 那它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組合 不過通常我是沒有很經意這樣子 為什麼 不然你就用PPT就好了 你喜歡用這個 你拿到把PPT拿到這邊來不同的方式呈現而已啊 這樣還是跳脫不出你那個思維 了解嗎 好 那你從這邊 我一般會先從這裡 這裡 你可以試看看最簡單的 這有點類似新字圖 但是像我們現在那個剪梯版比較新的版本 它可以直接在裡面插入新字圖 好 但是這個版本目前還沒有 可是它可以利用這個叫文字雲的方式 什麼叫文字雲 有點像下面這個 你們應該有看過下面這種圖吧 對不對 把很多關鍵字組合在一起 那這裡也是一樣喔 比如說你按一下 Create World Cloud Project 它就跟你講 麻煩你在這裡面 一行一個關鍵字 一行一個關鍵字 好 那你要選擇這個背景顏色 挑好 比如說 欸 我有想到這個 簡報 第一個簡報 第二個 想到簡報 我們就想到我們有 PowerPoint 對不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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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那我都想好了 那我選一個 背景 我就按 創建 來 你看一下 你已經把關鍵字都打進去了 有看到對不對 你可以先預覽一下 下一個 有沒有PowerPoint 對不對 但是那個字的大小還在調整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把所有關鍵字都擠進來了 那你這樣就可以重新 來試看看 我就回到這邊來 你如果覺得 第一個 先把它的字 是不是先調好 好 不滿意這個 拿大 字的大小 這裡 拿開 點進去 拿開 先讓它都變成一個字 當然顏色你可以自己改一下 好 我有想到這些 對不對 那排列的方式 當然等一下你可以再改 可是這樣你是不是可以再插入自己的圖 背景可不可以換 可以的 在上面這裡 你看這裡 上面有沒有背景 因為你不滿意這種 建層式的 你就來這邊 它這裡呢 有幾種背景的方法 第一種叫3D背景 第二個圖片背景 你也可以用視訊當背景 視訊當背景 那這兩個很像對不對 3D的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網頁 倒很常做這種 就是移動速度不一樣 前景的移動速度跟背景移動速度不一樣 你感覺就會有一個什麼 景深的感覺 好景深的感覺 所以這個叫3D背景 3D背景 如果是圖片的背景 就很單純 移動速度大家都相同 移動速度大家都相同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3D背景相對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就是有一些是付費的 那如果一般的圖片背景 這邊就比較多 你就可以選擇 看看你要哪一個 當然也可以自己挑 比如說你要這個點下去 有沒有後面背景就變了 背景變了 整個感覺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好你有適當的背景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再去做一些去更換 那這樣子你才會有自己的東西嗎 瞭解齁 偶爾也要自己創作一下 雖然範本你可以用很多 但是有時候你可以像這樣子 可以先稍微試看看 因為慢慢的 這個只是什麼 心自主的方式 那如果說我不要這樣 我想要怎麼樣 全部重新的 因為我不見得是關鍵字要進來 你就在這邊告訴他 我要建立空白的 這就要有勇氣了 對不對 要有勇氣吧 好按一下 欸 有沒有發現跟剛剛不一樣 是你可以有幾個不同的排列方式 有沒有 這邊有幾個 下面還有 你可以再往下捲動 就是你有幾種不同的排列方式 就是預設的你可以去選 那你針對這個之後 假設你想要用這一種的 點它 好 你就創建一下 有沒有 自動線幫你排好了 對不對 然後你再一個一個加進來 這樣也是OK啊 也是OK 所以 有些時候呢 真的 等你用比較久之後 試著做看看 從頭開始 你這樣會比較有所謂的設計感 可以更符合你的需求 因為 畢竟有時候簡報總是必然做的嘛 範本 對不對 不見得每一個都適合你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看看